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今天的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嘉 残疾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元禅师 行道至今已经四十年的岁月 在这一段日子以来 师父以易经 风水 还有宗教 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 与广大的社会大众来结缘 那师父透过很多的这些社会服务 还有教学的这个过程 让很多大家害怕了 这个易经是不是很难 或者是有哪里非常难懂 这样子的一些疑虑 还有碰到生活当中很多的考验 处于低潮的这样子一个心情 都能够脱离 然后渐渐地向正面来提升 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 维新世界这个大家庭 其实累积好多好多这些生命故事 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各具特色 非常地精彩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明道大学的妈祖文化学院 林淑慧 林老师 她现在是这个学院的执行长 同时也非常地有佛员 来参与到很多很多 维新圣教的这些事物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林淑慧 林老师 那位电视机前面观赏 仙佛在我家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老师好 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在节目当中 来分享您个人的这些经验 还有所见所闻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径 什么样的一个渊源 认识到王禅老祖世尊 然后进入了这个 一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个领域里面 是 其实真的早期 我记得上次有提到过 真的是洋用对白 都不了解也不懂 根本不知道说一经风水 是只知道它很高深 很艰涩 很困难 总有敬畏之心 可是不敢去摸 不敢去接触到 所以一直大概是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 都是有在培训我们 很多的礼宾的人员 大概在2014或2015那期间 缘分来了这样说 对 缘分来了 就是透过学校的老师的引荐 就是维先生叫每一年 都有很盛大 很盛大的祭祖大典 是的 在元旦那一天 对 在元旦那一天 那真的是也很壮观 也很盛大 所以透过学校的 师长的引荐 就我们祭祖总会的林志 也是林志进长 他就是到学校来 希望说我们透过 学生的参与 能够有一个 具美感视觉化 又很国际化的 礼宾的接待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了解完了 原来我们祭祖大典 是做这么神圣的事情 那也透过学校的 这个产学的合作 所以就做了第一次的礼宾接待 那一次呢 同学们呢 也穿起了很整齐花衣的制服 然后非常训练有数的 很庄严 全场的接待 对 那一次就也很庄严 那学生们呢 也透过说 原来 原来还有 易经 风水 学院 祭祖大典 有这么多的姓氏的祖先 是的 那师父福元禅师呢 就是很慈悲 在每一年的元旦 他都会有这个祭祖大典 到现今已经都有 十多年的时间了 那这是节远的开始 也是从服务为入门 是的 那一旦开始学生 在这个领域里面 踏到礼宾接待的部分之后 就开始对易经风水学院说 老师原来有这个 老师你懂吗 我说老师也不懂 跟你们一样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所以才有的学生 他也因为这样子 然后进入到 进入到这个 易经的领域里面来 那说我懂吗 我有参加暑期的教师 因为执行长还有师父 就有讲过说 影响 有影响力的老师 让一些孩子们 学生们知道 在生活当中 易经风水就与你相伴 那说实在话 这么高深的学问里面 我们一直都会觉得 很有敬畏之心 那都听不懂 都不知道要怎么去 接触到第一次的入门 但是后来 有一次听了一个 很简短的讲座 终于搞清楚什么叫 左青龙又白虎 太好了 真相大白 真相大白 原来左青龙又白虎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在我们的立体空间里面 那一次之后才知道 左青龙又白虎 还有什么 前竹雀 后玄武 还有成蛇 勾成 六寿 六寿 刚开始看到很可爱的 Q版的图 原来是这样子就可以记起来 就可以记起来 至于应用 我想这个是活用在生活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听是懵懵懂懂 但只要有心 那一天我们的讲座里面 听完了 就有的学员就说 哇 原来是这么简单 可以去进入到 一经风水的内涵领域里面 并不是像想象中的 那么的坚涩 所以他们就有在 就自己也在酝酿 就说 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报名参加 或者是说 有短期的讲座 那他们可以更有机会来多 再更进一步的了解 所以我想一小步的跨出 一小步的入门去做领会 其实也许是后来 可以影响到很多 尤其是听完 宗主 回员禅师的开示 他有讲说 因为有时候你在人生里面的 一点点的小卡关 可能是你的住家 哪里住啊 好买好学 或者又是 你只要稍微移动 并不需要去做大的改变 那可能就迎刃而解 哇 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巧门 那这是我们一般当中 所不了解的 我想博大金生 易经 那其实像大学生的话 他们可以 比如说关注自己 书桌到底摆对的位置没有 还有自己每天充电的地方 睡觉的房间 应该要怎么样去配置 那可不可以都贴满了自己喜欢的这些明星 或者是种种的这些图片 这些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影响 那产生什么样子的好的或者是坏的影响 其实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掌握 对啊 其实像我记得在暑假期间 一级大学这里面 在之前风水学院里面 都有办大学生的属起影 针对学生的班级 那我们学校里面有景观系的学生 还有建筑系的学生 我想在他们的学习历程当中 美学是无限大 美学是无限宽广 但是如果在学建筑或景观的学生们 在他的学习的历程当中 能够有这易经风水 风水摆设或者是长风那气的这个概念 放入到他的设计的这一部分里面来 相信应该可以去更提升 他的设计的多元性跟丰富 跟趋吉避凶这一部分 那你说到底是有很多人会讲说 那风水都是迷信 其实大自然里面 它不就是都在风水里吗 是的 所以如果说透过 一经风水的这个学习 让很多在这一块专业领域的人 他们能够及早知道了这一块 那把它放入到设计里头 其实可以减少了很多的不必要的困扰 那至于到我们个人 你说学生考试 老板的办公桌 或者是人家很重要的金库财库 是 要放在哪里 我想有时候可能是 一点点小的 一点小的梅杆 就可以帮我们趋吉避凶 这也并无不可 而且是很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想这一些的观念 是真的还蛮必要的 尤其我记得有听过一次 师傅的开示 在里面讲到说 这个 看神师 是 就是说风事 所以如果你家的厕所摆不对位置 哎呀那就真的是麻烦大了 这很重要的 很重要 对 所以这一部分 即便是在我们在居家 办公 或者是个人的 一个小摆设的地方 有这么一些的基本的概念 姑且不论到很大的风水的 这种的联动 光是在美学的部分 跟风水的一个摆设 趋吉避凶上面 我想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艺经风水呢 它就是一个环境学 当然在风水里面 环境学很重要 对对对 不管是外局 或者是在我们洋宅的内部 那其实在这个教育里面 其实智慧如水 这是师傅开示的 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的这个思想 还有的思维 透过教育 达到一个很正向的一个 正知正见的一个接收的话 我想我们对于这些孩子的 不管他在专业技能的发挥 还有他所建设出来的这一些 不管是设计图 他建设出来的房屋等等 都能够让他的价值增倍 那也会让更多的社会大众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得到更多的平安 这个是我们师傅混原成师 在这40年来 从一一的社会服务去推展 然后帮人家看房子 那稍微微调 怎么样一个小动作 就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 比较大的效益 那一直到 维新生交学院 终于核准设立 这是一个在我们正式的体制 在教育部获得这个准许设立的情况下 我们终于让疫情风水 进入了一个正式的主流的教育体制内 让更多更多的孩子能够 非常放心舒适的一个学习 让更多的家长也能觉得说 孩子来到这边学习 是让他所有的这些专业技能 诸虎添翼 有更好更好的发挥 那意义就会更不一样了 我想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环境学跟教育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们一般在一个养成当中 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你说风水 艺经 还有宗教 三个结合起来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扎根的教育 很深 很深 向下扎根的 你根扎得稳 那树就长得稳 长得稳 长得大 那这样子起来 它的一个 人家说十年种树 百年树人 十年种树 百年树人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尤其是看到师父 他在真的在筹备 艺经风水学院的这个历程里面 真的是背心艰苦 而且是非常的久 那这是艺经也是我们中华的 文化传承里面 很重要的宝典 很重要的宝典 而在做这些事情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过说 师父去有帮很多的民众 做这一部分的调整 其实这很重要 这两个字都是服务 对 就是在服务大众的部分 是的 然后让大家能够去及避凶 可以因为一点点的调整 让他在这一部分 能够顺利一点 那在这一块的养成教育里面 我有发现一些的景观系的学生 真的把他们学的带进去 刚开始其实并不了解 孩子们会有这样子的吸收 那后来就是有一次他们的成果展示 那成果展示的时候 他竟然把他自己的模型demo 还有那个小小的盆栽树井 还有他的桌子的一个摆设 就有利用一金风水的这个 如法的这个方式 对 他的那种的一个教育的 一个养成 然后就给他放入 刚开始也不了解 后来他就跟我说 老师有啊 我们有去上过课 我说 孩子就把他给套入进来了 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 在他的学习的养成的过程里面 这个很重要的经验 由师长们传承给他们 就是由专业的 易经风水师傅这一边 所传承下来 让孩子学生们学习到是 很正确的方式 对 那这会影响到他整个未来的 自己的专业的能力 跟程度上的提升 对 这真的是很值得要去 大力去推广 可是我们不懂 左右边都颠倒了 就 是 真是 有的时候很冤枉啦 是啊 对 就是有一次 是我自己的办公室的部分 那我们总想 因为办公室不是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就想说 把物品呢 柜子啊 桌子啊 都往一边 把它整个集中 然后腾出另外一边的空间 那有点想说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那感觉空间也比较大 不错呀 可是总是 然后有时候学生进来 就是怎么做都不是很顺 后来就是刚好 我之前讲的 有引荐中门的法师 还有学校的老师 引荐进来之后 一坐到我办公室说 老师你这个不能聴着呢 我说 有啊 我就聴着给他看着啊 后来才听了 中门法师的一个解说之后 才知道说 原来 不能够这样子摆 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 高的我都往我的 以为啦 以为是这样子 往我的右边靠过去 就整个 就感觉摆起来 也好像很不错 可是实际上 经由法师的解说之后 才了解说 这样摆的比较不太好 所以他说 那我们就立刻动手咯 那刚好办公室有学生在嘛 就立刻呀 桌子啊 柜子啊 就瞧一瞧摆一摆 我就觉得 顺很多了呢 天时地利人和 那你会发现说 真的就是环境 一个环境的一个稍微的 微幅的调整 并不是动到多大 就是微幅的调整之后 就感觉走进去的 那个心情啊 感受度就不一样了 记得有一次是 好像我们自己的 我的那个床头的地方 床头的地方 靠的背面 刚好就是化妆室的马桶 的那个位置点 所以 法师有跟你讲说 这样怎么样不妥吗 对 他说 你躺下常常都在这边 你每天在你睡八点前骨 睡这么久 结果都是 所熏悉到的 背面的依靠 是晦气的地方 它会影响到 你的睡眠的品质 姑且不论 只要有人 或者是说 进去房间里面 按了马桶水 你不就是被影响了吗 这其实也真的是对 后来 跟我的一个解决的方式 他就是请我把床头 换了一个角度 换了一个方向 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 问题是 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困难 那也是我们自己 没有这一部分的专业 所以才会造成的 那样的一个心理的 一个不安 那师傅真的是 也很用心地 在传承这一部分的教育 还有传承给下一代 向上扎根 真的是在这个环境风水学里面 以及专业的 专业领域的观念的教育 都要懂 至少 至少 像现在其实连很多国外的 透过 透过这个 我们疫情风水的 专业的一部分 连他们的办公室 也都会做调整 有很多大企业家 都有在这一部分的 是的 我想这个原因 也就是因为在一个企业里面 真的太多家庭了 是啊 是 那每一个家庭 都要能够保有 他们的这个平安稳定 那么才能够造就一个 事业 一个公司 或者是工厂 一直不断地 这样子的蓬勃 向上发展 真的 这个每一个家庭 都好重要 好重要 那么在这个 我们学习的这个部分 也是希望经由老师们的带动 有很多老师呢 都经由暑假期间的 这个教师辅导研锡营 也许自己还没有太多的 这些熟悉 可是他们就可以让孩子们 能够对于疫经风水 这个部分呢 有很多很多的 正知正见产生 老师们也真的是 用心良苦 是 我说 剩下沙根的教育 是很重要 风水绝对绝对不是迷信 是的 它绝对不是迷信 你一个人的住家 一天的时间在那里面 如何得到顺风顺水 对 好顺风顺水 让我们自己进去 在那个空间里面 是舒服的 是舒适的 相信这在我们一天 那么长久的时间里头的 一个生活的空间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一个堆积 很乱的空间里面 或者是 不管怎么动态 都是很卡 我相信 真的是 就是会卡 有原因 对 对 有原因 所以这部分 我们相信 要信风水 可以让我们自己的 生活里面顺风顺水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能够在这个节目 有限的时间 但是能够来 分享您这些 无限的智慧 那么在这个 学习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在维新圣教的 各分寺道场 都有提供正期班 或者是初级班的课程 也非常欢迎大家 能够参与 各项的洋宅的 风水学讲座 还有许多的这些 开课的说明会 我们维新圣教的法师 都会提供您 非常详尽的一个 解说跟服务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参加这些活动 今天非常感谢您 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您个人的经验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幸福在我家 在每一次的节目 都会分享许多精彩的故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